第四册 寻宝猎人的危机 第一章 不速之客 史蒂夫正要走进小麦农场 这时 他的狼鲁福斯在远处叫了起来 他抬头看见两个人朝他走来 你们是谁 史蒂夫走过去问 鲁福斯跑到史蒂夫脚边 包猫 瑙瑙和茉莉则虎视眈眈地蹲在史蒂夫家门口 那两个人没回答 他们打量着史蒂夫的住处 小声嘀咕着 你是史蒂夫吗 两人当中的女人问 是的 你们是谁 啊 太好了 没走错 我们还担心找不到你呢 到这儿来真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啊 女人舒了口气的 你还没告诉我你们是谁呢 史蒂夫有些生气 对不起 我是埃利克斯 他是威尔 但这并不重要 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告诉你 你的朋友们有麻烦了 埃利克斯对史蒂夫说 史蒂夫注意到埃利克斯有一头金粉 穿着一件绿衬衫 你说什么 我的哪个朋友出事了 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史蒂夫不加思索地问 这个消息让他变得焦躁不安 我遇到了你的朋友凯拉 他正在营救他的朋友 他们被破坏者劫持了 破坏者将他们困在了沙漠神殿里 只有凯拉侥幸逃脱了 阿里克斯说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你们当时在哪儿 我们在沙漠里遇到了凯拉 当时我们饿得不行 他给我们一些吃的 作为报答 我们答应凯拉要找到你 凯拉不想离开他的朋友亨利 麦克斯和露西 但他需要你的帮助 威尔说 他头上戴着一个红色头盔 史蒂夫心里疑惑不已 他不能判断 阿里克斯和威尔是不是在说谎 他们也有可能就是 让他朋友陷入困境的破坏者 他也又想从他这里骗走些什么 你们穿过了整个沙漠来帮凯拉带戏 听起来你们可真是帮了个大忙 艾利克斯地下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对史蒂夫说 凯拉也答应分给我们一些宝藏 这就对了 史蒂夫说 那座沙漠神殿里全是宝藏 威尔说 我很担心凯拉并不在乎什么宝藏 史蒂夫有些心神不宁 凯拉现在处境艰难 凯拉现在处境艰难 他在沙漠里很容易被敌对生物发现 因为沙漠平淡无狠 艾利克斯说 史蒂夫明白艾利克斯的意思 他知道凯拉是个聪明的女孩 知道怎么样对付破坏者 可他毕竟独自一人在沙漠里 即使凯拉留意到了所有可能袭击她的敌对生物 他也未必应付得了 他必须去帮助她 史蒂夫回到屋里 穿上盔甲 他打开箱子 拿出他的钻石剑 现在他要准备好去找凯拉 一起营救亨利 麦克斯和露西 他查看背包 确认装备是否充足 要知道去沙漠的旅程不仅漫长 而且危机死腹 艾利克斯和威尔待在史蒂夫的客厅里 一边吃苹果补充体力 一边等他 你们有地图吗 史蒂夫问 用不着地图 我们认识路 何况我们也向凯拉保证了会带你过去 艾利克斯说 但我们的背包几乎空了 威尔说 你们需要什么 我们有很多绿宝石 这附近有村子吗 我们可以用绿宝石换取一些装备 艾利克斯回答 这里有个村子 但时间来得及吗 我很担心我的朋友们 我们应该尽快赶过去 要是我们两手空空 那也没法救人 艾利克斯对史蒂夫说 史蒂夫很想笑 这话听起来像是他该说的 他同意艾利克斯的说法 他们必须先补充装备 史蒂夫三人来到村里 走到埃洛特的铁匠铺门口 埃洛特的铁匠铺应有尽有 这里能住建 还能打造盔甲 他们能在这里获得对付破坏者的一切装备 埃洛特见到史蒂夫和他的两个新朋友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能问你们做什么 埃洛特 这是艾利克斯和威尔 后外者挟持了亨利 麦克斯和路西 凯拉一个人在那里 无法救出他们 我们打算一起去沙漠 哦 天呐 阿洛特难过地说 告诉我 你们需要什么 阿里克斯和威尔用绿宝石换取了装备 他们回到史蒂夫的小卖农场 把装备組装好 他们打算用来对付那些危险的生物 但这时天也黑了 史蒂夫走到屋外 准备出发 他不想再浪费一点时间 阿里克斯在史蒂夫身后叫道 我们不能在晚上赶路 否则小命难保 当心你身后 威尔喊了一声 咔哒 光荡 两个骷髅朝史蒂夫走来 一个骷髅朝史蒂夫射了一箭 不过他毫发未伤 他穿着盔甲 他有信心打败骷髅 史蒂夫挥舞着钻石剑朝骷髅冲去 成功地摧毁了骷髅 另一骷髅却很难解决 史蒂夫挥剑刺向骷髅 却没能毁掉这个白色的怪物 骷髅继续向他射箭 这时 威尔和艾利克斯从屋里冲了出来 不停地朝骷髅射箭进行反击 骷髅被消灭后 手上的箭掉在了地上 这些骷髅的骨头可以留着制作骨粉 艾利克斯说着 将骨头装进了他的背包里 你瞧 夜晚真的很危险 威尔说 史蒂夫知道他们说的对 但一想到朋友们身陷困境 他就难以入眠 我希望凯拉平安无事 说着 史蒂夫就和两个新朋友回到屋里 一旦在床上躺下 他们就远离了屋外的敌对生物 蜘蛛 阿利克斯尖叫了一声 一只蜘蛛在史蒂夫家客厅的地板上爬动着 两眼红光闪烁 史蒂夫当即拔出钻石剑消灭了蜘蛛 接着 蜘蛛的两眼渐渐暗淡了 我们可以利用蜘蛛熬制药水 史蒂夫取下了蜘蛛眼 阿利克斯收集了蜘蛛丝 我们赶紧上床睡觉吧 威尔忐忑不安地说 外面的敌对生物真是太多了 三个人打算睡觉了 史蒂夫想到了凯拉 他期望他一切还好 他爬上了床 却听见客厅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史蒂夫 你在家吗 那个声音问 史蒂夫从床上跳起来 冲向客厅 凯拉 史蒂夫看着他的朋友说 我还以为你在沙漠里呢 第二章 凯拉重生 都是苦里帕干的好事 凯拉简短地解释道 我发现了他 但他还没来机追我 太糟了 史蒂夫叫道 不过你在这里不会遇到苦里帕 这里有两只暴猫守着呢 当然 苦里帕简直就是噩梦 幸运的是 我摆脱了他 我是来向你求救的 凯拉顿了顿 说 阿里克斯和威尔找到你了吗 他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还没等史蒂夫开口 凯拉便接着说 哦 史蒂夫 你根本想象不到 亨利 麦克斯和露西遭遇了什么 这时 阿里克斯和威尔从卧室里出来了 凯拉 阿里克斯吃惊地叫道 你们找到史蒂夫了 凯拉笑着说 是啊 我们打算明天一早就往沙漠赶路 你怎么会在这儿 阿里克斯问 你把我的话告诉史蒂夫了吗 凯拉问 我们告诉他 破坏者困住了你的朋友们 你正试着营救他们 威尔说 史蒂夫 我们遇到了三个彩虹人 彩虹人 我以前在夏界和雨林见过他们 史蒂夫不敢相信 彩虹人居然再次出现了 我们在沙漠神殿里正要开挖宝藏 彩虹人偷偷地溜了进来 用钻石剑劫持了我们 这怎么可能 史蒂夫很纳闷 心想 亨利 麦克斯和露西为什么不进行反抗呢 他们可都是经验丰富的寻宝猎人 以前兑付过很多破坏者 一开始大家找到了隐藏的神殿 都非常兴奋 接着我们发现了堆满宝藏的房间 亨利想要拆除宝藏旁边的那些机关 但他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突然彩虹人出现了 他们其中一个站到炸弹旁边 还说如果我们不服从他们 他就引爆炸弹消灭我们 那个彩虹人把我们带到了他们修建的机业屋里 幸好我逃走了 而且当时彩虹人根本没注意到 你之前怎么救他们的 史蒂夫问 我原本想偷走炸弹 在用炸弹对付破坏者 但是天黑了 我又遇到了苦里帕 所以我才出现在这里 我们必须回到山末救出那些朋友 不然他们恐怕永远都回不来了 史蒂夫对凯拉说 凯拉走向埃里克斯和威尔说 现在我和史蒂夫会合了 你们不必再继续跟着我们冒险 我想送给你们一些绿宝石 甚至还可以分给你们每人一颗钻石 埃里克斯和威尔面面相许 我们能跟你们一起回沙漠吗 为什么 凯拉很惊讶 威尔说 我想你们一路上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而且我知道沙漠神殿里有许多宝藏 那些都是无价之宝 对我们来说 帮助确实越多越好 但想回沙漠神殿可没那么容易 史蒂夫告诉埃里克斯和威尔 哦不 凯拉发现一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蜘蛛 史蒂夫将蜘蛛一箭毙命 今晚已经出现两只蜘蛛了 我们必须上床睡觉 不然还会招来蜘蛛骑士或者墨影人 我们得待在床上 远离危险 他们还大开着 史蒂夫想关上门 这时两个骷髅走进了屋里 他们的骨头在寂静的夜晚咔嚓作响 拿出你们的弓箭 在史蒂夫说话的时候 骷髅已经开始向他们射箭 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凯拉颤声问 屋外 噼噼噼噼的声音越来越大 听上去像是苦力帕发出的声音 史蒂夫喊道 这怎么可能 你养了两只豹猫 凯拉叽叽巴巴的说 快退回来 威尔叫道 骷髅消灭了苦力帕 一张唱片掉在地板上 史蒂夫和同伴们用弓箭对准骷髅猛攻 消灭了骷髅 史蒂夫捡起唱片 把唱片放进唱片机里 我们现在可没功夫听音乐 我们的朋友还在彩虹人手里 凯拉提醒史蒂夫 屋外 太阳慢慢的升了起来 史蒂夫一行人来到门外 准备出发 一个绿色方块的敌对生物正朝他们缓缓爬来 这个四条腿的生物悄无声息地靠近了他们 他们停下脚步 我不明白 太阳已经出来了 苦力帕怎么还活着 凯拉问 苦力帕可以在白天活动 他们是为数不多的能在白天活动的敌对生物之一 史蒂夫说着 想慢慢远离苦力帕 但已经太迟了 他们无处可逃 每个人都非常害怕 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等着苦力帕自爆 突然 瑙瑙和茉莉出现了 苦力帕被他们成功地吸引开了 快跑 史蒂夫冲着他的朋友大喊 他们冲出小麦农场 拼命往沙漠的方向跑去 史蒂夫和朋友们逃离了危险 刚想松口气 却进入了农场不远处的沼泽 碰到了沼泽里的女巫 戴着黑帽子的小个子女巫 从他的沼泽小屋里冲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瓶药水 史蒂夫四人走投无路 女巫控制了他们 将药水洒在史蒂夫身上 史蒂夫觉得身体突然变得异常沉重 他寸步难移 只想倒在地上睡觉 这是蓄热药水 凯拉警告道 威尔清楚药水的威力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向女巫挥箭冲去 他扑向女巫 一箭刺去 女巫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能够重生 威尔这一箭不足以对女巫构成致命伤害 史蒂夫奄奄一息 埃利克斯跑到史蒂夫身边 递给他一瓶牛奶 把这个喝了吧 你会好受一些 史蒂夫喝完了牛奶 史蒂夫喝完了牛奶 但他仍感觉很糟 他担心自己恐怕没救了 威尔和女巫对峙着 女巫的眼睛闪烁着淡紫色的光 突然 威尔发起进攻 奋力刺向女巫 但仍然伤不到他一丝一毫 与此同时 女巫向威尔扔了一瓶药水 我不行了 威尔叫道 他的生命值下降了 这时 凯拉朝女巫射了一箭 女巫被消灭了 看得漂亮 凯拉 埃利克斯说着 将牛奶递给威尔 威尔喝着牛奶的时候 史蒂夫朝他走过来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好起来 史蒂夫安慰威尔 史蒂夫四人很想赶快逃离沼泽 因为他们知道 生活在沼泽里的史莱姆 迟早会对他们发起攻击 他们慢慢地在沼泽中穿行 突然 一阵求救声传来 史蒂夫停了下来 我知道是谁在求救 史蒂夫说 但他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第三章 逃离沼泽 史蒂夫朝求救者跑去 虚弱药水伤到了史蒂夫 但幸运的是 牛奶让他重获力量 我在这儿 史蒂夫呼喊道 你在哪儿 救命 求救声变得越来越清晰 史蒂夫判断他们四人的方向没错 蝙蝠不断从头顶飞过 太阳也渐渐落山了 史蒂夫和伙伴们仍在四处寻找求救者 我们要搭个帐篷过夜 夜晚待在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 在沼泽里 一不留神就会送命 凯拉说 史蒂夫没把凯拉的话放在心上 他一心想找到那个求救者 他们顺着水流奔跑 直到看见一个被五个绿色方块团团围住 救命 那个人再次大叫 史蒂夫的直觉没错 这是他在建筑大赛中认识的朋友 迦勒 迦勒 史蒂夫喊道 别担心 我们来救你了 史蒂夫包围了迦勒 跃跃欲试 正要发起攻击 迦勒的金剑根本对付不了 这些又滑又黏的东西 史蒂夫 在这里见到老朋友 迦勒又惊又喜 迦勒 凯拉喊道 我也在这 凯拉 快帮我击退这些史莱姆 迦勒说着 挥起他的金剑朝一块史莱姆冲去 史莱姆被击中了 又分裂成了两只中等大小的史莱姆 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战斗 迦勒消灭了一只小史莱姆 但这个小史莱姆却分裂成了无数年夜球 留着那些年夜球 阿里克斯叫道 然而 迦勒正忙着对付跳到他脚上的史莱姆 完全顾不上什么年夜球 这时 史蒂夫加入迦勒 猛击剩下的三只大史莱姆 威尔 阿里斯和凯拉也加入了这场看上去无休止的战斗 不痛 咯齿 史莱姆一刻不停地跳动着 无论他们摧毁了多少史莱姆 他们又会瞬间飞裂成更多更小的史莱姆 这附近一定有个史莱姆刷怪龙 我们必须找到他 加勒说 这里恐怕有个史莱姆农场吧 凯拉说着 消灭了一只小史莱姆 小史莱姆消失了 变成了年夜球 我去找刷怪龙 史蒂夫对正在战斗的伙伴们说 史蒂夫沿着湿地渐渐撤退 他知道史莱姆不会游泳 刷怪龙一定藏在陆地上 他来到一小片树木繁茂的陆地上 往下一看 发现了一个大地洞 史蒂夫探头进去 发现地洞里有一条隧道 隧道两边点着火把 他想爬进洞里 但却持住了脚步 他明白自己不该单独行动 于是就赶回了沼泽 我发现了一个大地洞 我想刷怪龙就在那 史蒂夫对同伴们说 他和伙伴们一边跑向洞穴 一边拼命消灭那些紧跟而来的史莱姆 史蒂夫第一个爬进洞里 他手握火把 带领朋友们往寂静悠长的通道里走去 没发现有史莱姆啊 卡拉留神地看了看自己脚下 我也没看到这里有史莱姆的动静 迦勒补充道 史莱姆一定是从这儿跑出去的 史蒂夫想 史莱姆还能藏在什么地方呢 他很纳闷是谁修建了这条通道 同时他也无法确定 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走出了涨泽区 一道模糊的彩光从他们身边掠过 彩虹人 卡拉叫道 大家越往通道深处走 离彩虹人就越近 你们还记得约书亚利用一个彩虹人 毁了整个建筑大赛吗 加勒说 彩虹人在沙漠中劫持了亨利 麦克斯和露西 我们不该待在这里 彩虹人很可能会把我们也控制起来 卡拉想离开地洞 大家都很担心 卡拉 但我们必须找到刷棍了 不然就摆脱不了史莱姆 史蒂夫说 可我们要是被彩虹人劫持了怎么办 这样就永远无法赶去拯救那些朋友了 卡拉反问 埃利克斯说 史蒂夫是对的 首先要解决史莱姆 然后史蒂夫一心人停住了 他们听到了一阵巨响 噗通 咯齿 史莱姆刷个笼就在某个房间里 史蒂夫兴奋地说 那个刷个笼一定就在大厅下面 他猜测道 他们顺着通道右转 还没进入房间 就迎面遇上了一个彩虹人 彩虹人戴着红色头盔 手里拿着炸弹 你们要是再敢往前一步 我就引爆炸弹 炸掉这条通道 彩虹人说 那我们所有人都在死 史蒂夫试图劝阻彩虹人 我可死不了 我就住在这儿 我会在这儿重生 彩虹人哈哈大笑 噗通 咯齿 三个史莱姆从刷锅笼里跑出来 跳到彩虹人身上 彩虹人被消灭了 史蒂夫和伙伴们奋不顾身地往外跑 在彩虹人重生之前 他们得离他越远越好 低洞的通道好像变长了 史蒂夫他们仿佛永远都走出去 终于 低洞上方透进了一丝光亮 他们顺着一架漫塘编织的楼梯往外爬去 夜色中 一只蝙蝠从地空飞过 我们安全了 快离开这里 威尔叫道 但他高兴得太早了 一个彩虹人正从远处朝他们跑来 他没拿炸弹 却拿着一把钻石剑 史蒂夫和朋友们想夺路而逃 可彩虹人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追了上来 扑向史蒂夫 一箭刺中了他的手臂 哎呦 史蒂夫疼得大喊 他的生命值立刻下降了 迦勒向彩虹人射了一箭 郑重胸口 灭了彩虹人嚣张的起眼 接着 史蒂夫挥舞着他那把威力无穷的宝剑 对彩虹人发起猛攻 彩虹人逃跑了 然而 史蒂夫一行人知道 战斗才刚刚开始 主世界里的彩虹人无处不在 这只是他们同彩虹人首次交锋 不痛 各痴 地洞里传来史莱姆的声音 快离开沼泽 阿里克斯朝伙伴们喊道 史蒂夫捡起一块大石头 堵住地洞 这下史莱姆不会马上跟过来了 夜幕已经落下 史蒂夫和朋友们被困在沼泽里 黑夜里 两只紫色的眼睛清晰可怕 有没有出去的法子 阿里克斯低声吻 游出去 史蒂夫说着 跳进了挤满睡帘的泥塘中 其他人也纷纷跳了下去 第四章 山头跑酷 太阳升起来了 大海躲在山峰背后不肯露脸 史蒂夫和伙伴们成功地逃离了沼泽 眼前出现了山坡 山洞和巨大的山脉 这里真美 凯拉盯着从山顶倾泻而下的瀑布赞叹着 阿里克斯爬上山顶 正要往下走 小心 史蒂夫叫道 注意安全 这条山路陡峭得很 烧不留神就会摔下山崖 前面根本走不通 那我们该怎么办 威尔问 原路返回吧 阿里克斯建议 恐怕不行 如果我们返回去 只会被彩虹人消灭 凯拉说 狗鸡们 你们听说过跑酷吗 迦勒问 你是说我们要从这座山头跳到另一座山头 凯拉的声音有些颤抖 这太可怕了 威尔看着他们即将到达的山顶 他们恐怕必须翻过这座山才能离开这片山区 一点也不可怕 跑酷有去急了 贾勒说 刚开始你会觉得有点难 但最后你会发现 跑酷就是极限冒险 朋友们扔 犹豫不决 史蒂夫看着对面的山 暗自揣测两座山头之间的距离 猜想他要是跑酷失败了 得从多高的地方摔下去 我听说过跑酷 但这似乎有点危险 史蒂夫低头望着两山之间的峡谷说 看我的 说完 贾勒一阵冲刺 跳向另一座山头 而且安全着陆了 哇 凯拉露出了崇拜的神情 跑酷一点也不难 贾勒说 来吧 朋友们 史蒂夫不敢相信自己是第一个开始的 他想闭上眼睛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集中精力 这确实是一场冒险 贾勒轻松完成了 但对史蒂夫来说 这可没那么简单 史蒂夫跑了起来 然后揍身一跳 悬在空中的短短几秒 他体会到了飞翔的感觉 接着 他落到了对面那座山上 看吧 你能行 叫勒兴奋的说 其他人也陆续跳了过来 山顶的风景太壮观了 史蒂夫注视着脚下的山脉 好一幅壮烈的景色 他突然想在那些山丘之间跳来跳去 我们继续跳到另一座山上吧 凯拉建议 不行 那座山太远了 跑酷的前提是 对面的山离你非常近 你一定不想掉下去摔死吧 迦勒对凯拉说 我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跳过来了 我当时挺害怕 但确实也很享受飞翼般的感觉 史蒂夫对朋友们说 我就说吧 迦勒笑了起来 大家站在原地浮揽风景 山顶的美景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甚至让人想拿起画笔 描零下来 可惜 大家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 他们下山还有一段时间 今晚他们可不想再睡帐篷了 所有人都又累又饿 都想在房子里睡烤觉 他们总算来到了山脚下 继续走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峡谷里 突然 眼前出现了一个山洞 要去挖矿吗 威尔问 机会难得 卡拉说 我们可以进去挖一些绿宝石 说不定还能发现钻石 你说的没错 但现在天快黑了 我们必须找到住处 挖矿会很危险 史蒂夫提醒伙伴们 危险 你之前还从一座山头跳到另一座山头呢 那才叫危险 迦勒说着 往山洞走去 其他人跟着迦勒进入山洞里 史蒂夫戴上头盔 从背包里拿出稿 也走进了山洞 不知道我们能走多远 阿里克斯感到好奇 我找到绿宝石了 卡拉叫道 我们赶紧找钻石吧 威尔一边说一边挖矿 吹入洞穴 史蒂夫尖叫着 阿里克斯听到尖叫声 立刻跑过去 拔剑消灭了蜘蛛 这里当然会有很多洞穴蜘蛛 史蒂夫 卡拉说 毕竟我们就在山洞里 大家收集了绿宝石 金块和铁块 真是收获不少 卡拉说着 捡起金块 没错 史蒂夫表示赞同 瞧瞧这些装备 我都迫不及待的 想拿他们去埃洛特的铁匠铺换东西了 史蒂夫和朋友们继续挖掘着 一到蓝光 卡拉惊喜地叫道 在哪 阿里克斯凑到卡拉身边 快看 钻石 卡拉用稿猛敲击掩蔽 大家一起收集钻石 太棒了 威尔说 天还没黑透 史蒂夫一行人迅速将钻石装满背包 这时 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山洞里回响 赶快交出所有的装备 史蒂夫和朋友们抬起头 看见三个彩虹人正用弓箭瞄准他们 第五章 要算探险 等等 史蒂夫朝彩虹人喊道 凭什么听你的 一个彩虹人说着 朝史蒂夫射了一箭 史蒂夫受伤了 但他仍紧握着钻石剑 跑向彩虹人 迦勒紧随气候 狂躺 史蒂夫一箭刺向彩虹人 彩虹人用弓箭反击了回去 迦勒也向彩虹人挥起宝剑 凯拉连发两箭都射中了彩虹人 再加上史蒂夫最后一击 彩虹人直接毙命 然而战斗还没结束 剩下的两个彩虹人十分羞猛 其中一个彩虹人正与艾利克斯僵持着 矿道 两人的对决越发激烈 彩虹人将艾利克斯逼退到一处全市洞穴之珠的角落里 救命 阿利克斯呼救 史蒂夫想去帮助阿利克斯 但他当务之急是找到洞穴蜘蛛刷怪龙 他必须阻止刷个龙继续刷怪 否则洞穴蜘蛛很快会爬满整面岩壁 过不了多久 他们所有人都会被蜘蛛咬死 阿利克斯想置彩虹人于死地 但彩虹人剑术高超 很难对付 威尔朝彩虹人射了一箭 射中了他的眼睛 此时 洞穴蜘蛛又咬住了彩虹人的腿 阿利克斯看准时机 一箭刺向彩虹人 可惜彩虹人还是逃跑了 他一溜烟逃出了山洞 现在只剩下一个彩虹人了 他拉近弓弦 瞄准凯拉 史蒂夫试着和彩虹人进行沟通 瞧瞧你的朋友都是什么下场吧 你们到底想得到什么 史蒂夫问 彩虹人没有回答 而是挥剑向史蒂夫辞去 史蒂夫跑开了 却在无意中踩到了一块压力板 噗通 史蒂夫掉进了一个装有刷锅笼的房间 瞬间就被杜虫和洞穴蜘蛛包围了 救救我 史蒂夫在洞里呼救 凯拉向史蒂夫的方向跑去 彩虹人要逃走了 凯拉冲其他人喊道 阿利克斯奋力直追 从后面追砍彩虹人 可彩虹人还是成功逃脱了 阿利克斯赶回凯拉身边大救史蒂夫 他从地洞里往下看去 倒吸了一口气 成千上百的洞穴蜘蛛和杜虫将史蒂夫团团围住 他必须找到刷怪龙 否则不管他如何努力消灭这些怪物 都必死无疑 威尔跳进地洞里 用稿敲击着杜虫的刷怪龙 他拼尽了全身力气 总算摧毁了他 史蒂夫挥动剑柄 从洞穴蜘蛛中开辟出一条路来 他走到洞穴蜘蛛刷怪龙面前 拿起刷怪龙旁边的两只火把 烧掉了刷怪龙 我们怎么离开这儿 威尔问 凿开一条路 史蒂夫说着 朝延避抡起岗 他们一起分离凿避 你们还好吗 凯拉问 没人回应凯拉 凯拉扶身往洞里看去 发现史蒂夫和威尔消失了 他们不见了 凯拉对阿里克斯和加勒说 阿里克斯觉得难以置信 他也凑过去看了看 他们去哪了 阿里克斯十分震惊 凯拉他要进了洞里 阿里克斯和加勒紧随其后 一面洞壁被凿开了 三个人朝里面看去 瞧见了另一个大洞 那是什么 阿里克斯问 要塞 凯拉说 阿里克斯还是第一次见到要塞 史蒂夫 威尔 你们还好吗 凯拉呼喊着 我们没事 我们在要塞里了 现在必须找到传送门 前往末路之地 然后才能离开这里 史蒂夫的声音传来 他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不安 凯拉听得出来 他很紧张 我有墨影珍珠 阿里克斯说着 跳进了要塞 史蒂夫感到有些奇怪 阿里克斯竟然如此渴望 进入末路之地 这时 迦勒也来到了要塞 凯拉痴痴不肯进入要塞 他曾在末路之地 与墨影龙苦苦决战 他一点也不想再经历一次 那样的场景 别高兴得太早 阿里克斯 我们甚至连传送门在哪都不知道 要塞里的房间太多了 史蒂夫对阿里克斯说 要塞探险开始了 史蒂夫从墙上取下一只火把 他们错怪后穿过走廊 来到了一个废弃的铁牢房面前 谁会被关在里面呢 加勒问 这里让人不寒而栗 凯拉说 威尔走进牢房里 别关上门 不然你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艾利克斯笑了笑说 威尔立刻从牢房里出来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他问 我不知道 但我们最好别轻易尝试 史蒂夫说 他们经过牢房 来到楼梯口 要下楼吗 卡拉问其他人 下去吧 阿里克斯说 他们顺着鹅碗石楼梯往下走 没走多远 一扇铁门挡住了去路 我们又搞弄开门吧 史蒂夫说着 开始用力敲击铁门 所有人都跟着敲击铁门 他们想知道门的那边有什么 终于铁门在持续敲击一下松动了 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史蒂夫拿着火把 为其他人引路 阿里克斯走在队伍最前面 他来到走廊尽头 往右拐了个弯 阿里克斯你去哪 威尔跟了过去 哦天哪 阿里克斯高兴的喊道 你们快看 伙伴们走进了阿里克斯所在的房间 房间里到处都是蜘蛛网 四面布满了书架 这是一个小型私人图书馆 史蒂夫拨开飘到脸上的蜘蛛网 一个箱子 凯拉说 箱子就放在一个大书架旁边 凯拉小心翼翼的打开了箱子 没有什么 史蒂夫问 凯拉拿出了一本附魔书 我想这本书肯定能帮上大忙 好极了 阿里克斯说 但我听说 药塞里有许多房间藏着宝藏 什么样的宝藏 威尔一脸惊喜地问 我也听过这样的传闻 可是药塞那么大 我们还得从那么多房间里找到传送门 史蒂夫对威尔说 传送门会把我们带到末路之地 然后我们就能离开这儿了 阿里克斯说着 阿里克斯说着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这一点也不好笑 阿里克斯 史蒂夫说 但没人听到史蒂夫的话 因为凯拉的叫声压过了史蒂夫的声音 找到宝藏了 凯拉沿着图书馆外面的一架梯子爬下去 找到了一个储藏室 里面有个箱子 打开箱子 威尔站在凯拉旁边说 我等不及想看看里面有什么 阿里克斯盯着箱子说 史蒂夫爬下梯子的时候 凯拉更好打开了箱子 他尖叫起来 是马鞍 哇 史蒂夫说 这可真罕见 这里有五副马鞍 我们刚好每人一副 凯拉说着 将马鞍递给其他人 你不必把宝藏分给其他人 阿里克斯说 你可以全部留着 凯拉困惑地看着阿里克斯 谢谢你凯拉 史蒂夫说着 接过了凯拉送给他的马鞍 以后我们要是遇到了动物 就可以在动物身上安上马鞍 骑着动物走了 凯拉将马鞍放进背包里 这可真是个惊喜 威尔说 但我还是要找到传送门离开这里 史蒂夫和朋友们走上另一条通道 这条路一眼望到尽头 史蒂夫一想到传送门就焦虑不已 他一点也不想回到末路之地 可是阿里克斯似乎很想消灭莫影龙 等到了末路之地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我有办法对付莫影龙 大家别担心 我会带你们离开末路之地 阿里克斯对其他人说 大家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 这又是一扇铁门 他们再次用稿敲开门 又一个储藏室出现在他们眼前 阿里克斯快速向箱子跑去 金块 阿里克斯拿起金块 直接放进背包里 我们的金块呢 凯拉问阿里克斯 发现箱子的人是我 阿里克斯说 可我们大家是一个团体 凯拉感到气愤 威尔算是你的同伴吧 史蒂夫问阿里克斯 你也不打算分给他一些金块吗 阿里克斯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把剩余的金块 放进了背包里 威尔 史蒂夫冲威尔问 你怎么能任由阿里克斯这样对你 对我们大家 他一直都这样吗 威尔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 最后不得不说 阿里克斯说了算 为什么他说了算 史蒂夫惊呆了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凯拉意恨不解 史蒂夫知道他们这是在耽误时间 三个朋友还被草红人困在沙漠里 等着他们前去营救 他却在这里和阿里克斯他们较真 但他不想看到阿里克斯这样对待威尔 当然 他承认他自己也想得到这些金块 你疯了吗 我们每个人都该得到金块 贾勒说 快把金块给我们 凯拉命令到 不 阿里克斯态度坚决 他拒绝交出金块 史蒂夫不想就此放弃 他甚至想用钻石剑来吓呼阿里克斯 但随后他冷静下来说 凯拉找到马鞍后 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副 你是我们大家中的一员 你应该同大家一起分享金块 我可没说我和你们是一伙的 可是阿里克斯 我们两个人是一起的 不是吗 威尔问 这不一样 阿里克斯说 我们能忘掉这件事继续赶路吗 我想找到传送门 离开要塞 不行 你得把金块分给每个人 我们再去找传送门 不然我要怎么信任你 和你一起对战莫影龙 卡拉问阿里克斯 你这样做跟彩虹人有什么区别 威尔对阿里克斯说 阿里克斯听了威尔的话 不情愿地把金块分给了其他人 现在你们高兴了吧 原来我们必须分享一切 真过分 史丽夫不知道阿里克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之前还热情相助 但现在却变得惹人讨厌 另外 卡拉的担忧不无道理 他们到达末路之地以后 会遭遇什么 史丽夫不知道自己现在 该担心莫影龙 还是阿里克斯 没时间考虑那么多了 他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他们离开储藏室 走过一条走廊 发现了一扇木门 门很容易就推开了 房间里有一根石柱 房间中央还有一个喷泉 他们搜寻了整个房间 但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们不能再这样找下去了 凯拉有些沮丧 没错 这是在浪费时间 迦勒说 快过来 威尔在门外说 原来威尔找到了传送门 但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个 杜虫刷怪龙 小心 卡拉对威尔喊道 这个刷怪龙已经不起作用了 不 当心你身后 凯拉叫道 威尔扭头看见一个骷髅 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他正绷紧弓弦 瞄准了他 威尔刚转身 就被剑射中了 他从背包里拿出金剑 拼尽全力朝骷髅扑去 想要消灭骷髅 但骷髅踩到岩浆池边缘 威尔险些沾进岩浆里 救救我 威尔叫道 凯拉加勒和史蒂夫加入了战斗 将骷髅从岩浆池旁引开 与此同时 埃里克斯拿出了墨影珍珠 一颗颗的放到传送门上 史蒂夫一面迎战骷髅 一面留神埃里克斯 因为如果埃里克斯丢下他们 他们将会永远待在要塞里 最后 史蒂夫奋力一击 骷髅掉进了岩浆池 史蒂夫向传送门飞快跑去 史蒂夫经过了16道铁门 才跑到埃里克斯那里 此时他正要放置最后一颗墨影珍珠 伙计们快来 史蒂夫对其他人喊道 所有人都往传送门跑去 但传送门即将开启 你不能丢下他们 史蒂夫对阿里克斯叫道 我们是一起的 我只能这样做 阿里克斯脸上露出一丝坏笑 他把最后一颗墨影珍珠放到传送门上 史蒂夫跟着阿里克斯一起被传送到了末路之地 而凯拉、迦勒和威尔却被留在了要塞 第七章 大战莫影龙 你怎么能丢下威尔、迦勒和凯拉 史蒂夫问 然而阿里克斯来不及回答他了 他们站在一块黑钥匙飘楼板上 无论史蒂夫如何看待阿里克斯 他们都必须联合对抗莫影龙 否则他们两个都性命难保 当心 史蒂夫提醒阿里克斯 注意别踩空 阿里克斯站在飘楼板的边缘 说 我用完了我所有的墨影珍珠 史蒂夫从他的背包里拿出四颗墨影珍珠 递给阿里克斯两个 拿好这些墨影珍珠 我们可以用它们一起完成瞬间移动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我更想问你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吝啬 我这样对你是因为我们要一起对战墨影龙 我没法只靠自己消灭它 我需要和别人联手 接着 史蒂夫和阿里克斯瞬间移动 来到了墨影龙出没的地方 他们刚在一根黑钥石柱旁边着陆 就立刻被墨影人包围了 你看见墨影龙了吗 史蒂夫抬头望着黯淡的夜空 问道 墨影人正爬向史蒂夫和阿里克斯 一个墨影人张嘴尖叫 史蒂夫拔出钻石剑砍了下去 接着更多的墨影人朝他们走来 准备发起进攻 阿里克斯拔出箭 极力回击 希望能消灭更多的墨影人 轰隆 墨影龙从上空飞过 吃掉了墨影水晶 我们要摧毁那些墨影水晶 这是打败墨影龙的唯一办法 史蒂夫对阿里克斯说 我知道 史蒂夫 阿里克斯说着 向墨影水晶射出一箭 墨影水晶爆炸了 墨影龙盘旋着接近地面 阿里克斯和史蒂夫险些受伤 干得好 阿里克斯 史蒂夫变得焦虑起来 可是现在墨影龙发现我们了 墨影龙迟早会发现我们的 难道你想永远躲起来吗 阿里克斯边问边向墨影龙射出了一箭 箭射在了墨影龙的肚子上 但墨影龙还是吃掉了柱子上的墨影水晶 史蒂夫忙着迎战墨影人 顾不上帮阿里克斯摧毁墨影龙 史蒂夫 你根本就不帮我 阿里克斯叫道 现在你需要我的帮助了 史蒂夫嘲讽道 我在对付这些墨影人呢 史蒂夫直接向两个墨影人砍去 当即解决了他们 这时 墨影龙冲向了阿里克斯和史蒂夫 对阿里克斯发起攻击 你还好吗 史蒂夫问 我的生命值变低了 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打败墨影龙 史蒂夫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瓶治愈药水 递给阿里克斯 也许这个能让你好起来 谢谢你 阿里克斯喝下药水 史蒂夫又向墨影龙射出一箭 然后瞄准了墨影龙想要吃掉的下一块墨影水晶 命中了 墨影水晶爆炸了 继续努力 史蒂夫再次向墨影龙发起攻击 阿里克斯渐渐恢复了体力 也开始向墨影龙射箭 我想我们可以消灭墨影龙 阿里克斯在史蒂夫旁边说 墨影龙再次俯冲下来 这一次他的速度更快了 攻击也越发猛烈 史蒂夫和阿里克斯奋力躲开了 昏暗的天空下 越来越多的墨影人冲向史蒂夫和阿里克斯 史蒂夫准备与墨影人交战 他放下弓箭 从背包里拿出宝剑 有办法了 阿里克斯从背包里拿出雪球 雪球 史蒂夫吃惊地说 你肯定想不到我有雪球 这个雪球能帮我们对付墨影龙 阿里克斯说着向墨影龙扔了一个雪球 打中了他 哇 这太不可思议了 史蒂夫看见墨影龙的生命值降低了 雪球确实管用 阿里克斯拿出一个雪球递给史蒂夫 试试看 他说 史蒂夫甩起手臂 使劲扔出雪球 洁白的雪球一砸到墨影龙脸上 墨影龙就发出了地动山摇般的咆哮 你激怒他了 阿里克斯说 他继续朝墨影龙扔出雪球 并递给史蒂夫第二个雪球 史蒂夫拼尽全力扔出雪球 雪球击中了墨影龙的肚子 史蒂夫不敢相信 阿里克斯居然会让他使用自己的雪球 现在的阿里克斯跟他在要塞的时候相比 态度简直天差地别 但史蒂夫高兴不起来 因为墨影人大军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史蒂夫持剑对抗墨影人 阿里克斯则继续与墨影龙交锋 给你 阿里克斯又递给了史蒂夫一个雪球 目录之地一片死寂 雪球不断飞舞 这挺有趣 史蒂夫不得不向阿里克斯承认 快看 阿里克斯指着一根黑钥石柱说 那上面是最后一块墨影水晶 消灭它 史蒂夫射中了墨影水晶 爆炸声再次响起 墨影龙在雪球的打击下变弱了 它的生命值即将耗尽 在这个紧要关头 史蒂夫不失时机地向墨影龙射出一箭 同时阿里克斯也扔出雪球 然而墨影龙爆炸了 一个墨影龙弹掉下来 史蒂夫和阿里克斯拼力跑向通往主世界的传送门 他们刚走到传送门 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他们环顾四周 难以相信传送门竟然会把他们带到这里 第八章 重返下街 然后呢 史蒂夫朝他的豹猫跑去 看到鲁夫斯和莫莉正朝他走来 小门同场 阿里克斯震惊地说 我们怎么回到了这儿 卡拉正站着吃苹果 他递了一个苹果给阿里克斯 史蒂夫和阿里克斯根本没注意到自己有多饿 他们的保时度已经在与墨影龙的战斗中降到了最低 我猜你们消灭了墨影龙 卡拉说 你们是怎么回到这儿的 史蒂夫问卡拉和威尔 你们离开后 一个蜘蛛骑士袭击了我们 那可真是猝不及防 威尔说 区区一个蜘蛛骑士 阿里克斯问 是啊 当时我们的生命值和保时度都降到了最低 蜘蛛骑士打败了我们 我们在要塞重生了 威尔解释道 加罗呢 史蒂夫问 我猜他是在上次睡觉的地方重生了 凯拉说 希望我们能再见到他 我也是 威尔说 史蒂夫和伙伴们回到史蒂夫的客厅里 天黑了 他们需要恢复体力 再次出征 前往沙漠 我们竟然又从头开始了 让人难以置信 我真是非常担心亨利 麦克斯和露西 史蒂夫着急的在客厅里来回躲步 担心也没有用 早点休息吧 明早就出发 开始沙漠之旅 凯拉说 威尔盯着地图说 我有个主意 我们可以从下界去往沙漠 这样就不必重返沼泽和山区了 下界 凯拉说 我讨厌下界 没人喜欢下界 史蒂夫接着说 我倒是不介意 埃里克斯笑着说 这时 屋外又出现了敌对生物 两双紫色的眼睛在窗外闪了闪 我们必须上床睡觉了 这里太危险 史蒂夫对其他人说 所有人都走进窝室 爬上床 你们还没说呢 你们还没说呢 你们是怎么消灭莫永龙的 凯拉问 我们用了雪球 阿里克斯说 是我和史蒂夫一起消灭了莫永龙 说着说着 大家都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史蒂夫往背包里装满了药水和食物 我们要准备好 史蒂夫对其他伙伴们说 我知道大家都去过下界 但那里危机四伏 史蒂夫的朋友们来到屋外 开始建造通往下界的传送门 他们用黑钥匙搭建了四个角落 水有碎石和铁块 史蒂夫问 阿里克斯同他的背包里取出碎石和铁块 点火启动了传送门 这次我们一起传达 阿里克斯说 大家一起踏进传送门后 传送门发出骇人的巨大声响 周围是一团团紫色烟雾 他们即将到达布满红色岩浆的下界 跟到下界就有两个紧闭着双眼和嘴巴的白色恶魂 从他们身边飞了过去 哦 太好了 他们没有看见我们 威尔说 突然 一个恶魂睁开了红色的眼睛 尖叫起来 你这话说得太早了 史蒂夫急忙拿出弓箭 恶魂朝史蒂夫喷出一个火球 火球呼啸着划过天空 史蒂夫对准火球射出一箭 火球被击中后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转而向恶魂飞去 砰 恶魂爆炸了 另一个恶魂咆哮着 向艾里克斯吐出火球 史蒂夫及时地挡在了艾里克斯的前面 射中了火球 火球反弹到了恶魂身上 砰 这个恶魂也被消灭了 真是匪夷所思 我们才刚到这里 就遭到了恶魂的攻击 卡拉说 所以我才讨厌下界 威尔人目光略过一片岩浆 他说 我想那里是要塞下界 那里一定有宝藏 艾里克斯满脸兴奋 地图在哪儿 史蒂夫说 我想去找我的那些朋友 难道你忘了 地图在下界根本拍不上用场 艾里克斯说 你说得对 史蒂夫有些沮丧地问 那我们该怎么走呢 别担心 威尔对史蒂夫说 我们到达下界要塞以后 就能在那儿建造一个传送门返回主世界 然后 我们离沙漠就不远了 可我们得先到下界要塞 卡拉强调 史蒂夫私人缓缓地走在地狱眼上 前方一座岩浆瀑布挡住了去路 不得不承认 卡拉说 瀑布确实很漂亮 伙伴们都很赞同卡拉的看法 不过同时 他们也十分小心地避开了岩浆 他们可不想再回到小麦农场 重新开启旅程 地狱岩表面的地狱银石闪闪发亮 照亮了下界暗淡的天空 史蒂夫和朋友们绕过数不及的岩浆池 继续往下界要塞走去 快看 我们要到了 卡拉说 下界要塞竟在咫尺 但大家走路的速度却变慢了 怎么回事 卡拉问 史蒂夫看到下面有一块灵魂沙地 是灵魂沙拖慢了他们的脚步 伙伴们 往下看 史蒂夫说 我们可以用灵魂沙制作地狱银 维尔说 不行 没时间了 我们得快速绕过这片沙地 跑到下界要塞 我的朋友还在等着我们呢 史蒂夫说 接着 他们远离了灵魂沙地 加速奔跑 很快就来到了下界要塞的入口处 快进去 阿里克斯对站在入口处的维尔说 维尔 史蒂夫找到 当心 四个僵尸猪人正走向威尔 威尔朝其中一个僵尸猪人挥剑连砍 打倒了他 史蒂夫持剑冲向其中一个僵尸猪人 不幸的是 史蒂夫被僵尸猪人刺中了 他的生命值降低了 阿里克斯救我 阿里克斯持剑跑向史蒂夫 他和僵尸猪人打斗起来 终于消灭了僵尸猪人 救了史蒂夫一病 被打倒的僵尸猪人掉落了一些精力 阿里克斯捡起精力递给史蒂夫 这时两个恶魂俯冲下来 其中一个对着威尔喷出火球 威尔快速闪躲开 火球打中了僵尸猪人 还剩下一个僵尸猪人 凯拉气喘吁吁地说 别忘了还有两个恶魂 威尔疲惫地叹了口气 来不及多说了 他们必须赶紧行动 这时一个火球向史蒂夫他们飞来 史蒂夫当即射出一箭 击中了火球 火球旋转后飞向了恶魂 碰 阿里克斯向另一个恶魂射出一箭 恶魂爆炸了 一滴恶魂之泪掉下来 可惜他们没收集到 真可惜 阿里克斯说 就差一点点 我们就可以用恶魂之泪制作重生药水了 另一边 凯拉正用尽全力挥动宝剑 逼向最后一个僵尸猪人 终于他解决了它 这下 大家总算可以进入诡异的下界要塞 下界要塞是由地狱岩搭建而成的 里面是一块很大的空地 空地周围有一架楼梯 和几片灵魂纱 我们要找到装有宝藏的箱子 阿里克斯推开了药塞里的一扇房门 箱子一定藏在药塞里的某个地方 这时 威尔突然叫了起来 我找到宝藏了 威尔发现了一个放着箱子的房间 但房间里除了箱子 还有其他东西 一双橙黄色的眼睛在房间深处闪烁着光芒 第九章 战利品 那是岩浆怪 卡拉叫道 威尔立刻击碎了岩浆怪 岩浆怪飞练成了四个小岩浆怪 其他人接二连三地扑向小岩浆怪 消灭了他们 让我们夺取宝藏吧 阿里克斯打开箱子 小心 史蒂夫提醒道 这有可能是个机关 就在史蒂夫说话的时候 阿里克斯已经打开了箱子 好在什么也没发生 钻石 他把钻石拿给其他人看 每个人都凑到了箱子前面 哇 还有金剑 卡拉西出往外 太棒了 史蒂夫还发现了金块和铁块 一起来分享宝藏吧 史蒂夫和朋友们身上装满了宝藏 然后他们离开了这个房间 接下来 他们要找到返回主世界的传送门 可他们还没走多远 一个黄皮肤 黑油油的怪物就从眼前飞了过去 接着又有一个这样的怪物飞了过去 另一眼人 史蒂夫大叫 威尔站在一扇门前喊道 这里有个烈焰人的刷怪龙 我们必须摧毁他 说完 阿里克斯就向烈焰人丢了一个雪球 击中了烈焰人 烈焰人就被消灭了 阿里克斯将雪球分给其他人 然后说 大家拿着 雪球可以消遍烈焰人 我们要去摧毁那个刷怪龙 烈焰人在下界要塞上空盘旋着 阿里克斯冲进了刷怪龙的房间 其他人则用雪球不停地砸向那些烈焰人 烈焰人被砸中了 一些银石粉掉落下来 快收集银石粉 银石粉可以用来熬制药水 史蒂夫对伙伴们说 我们要对付烈焰人 哪有功夫收集银石粉 凯拉边说边将雪球扔向一个烈焰人 这时又掉落了不少银石粉 阿里克斯从房间里走出来说 我毁掉了刷个龙了 好极了 史蒂夫说 我们快走 大家一路狂奔 远离了楼梯和楼梯下面的灵魂沙地 以及地狱友 途经无数空房间 最后跑出了要塞 他们刚跨出要塞 又遇到了敌人 两个彩虹人正向他们跑来 又来了 威尔大喊 我们知道你们手里有宝藏 其中一个彩虹人说 快交出来 没门 阿里克斯回击 另一个彩虹人趁机向史蒂夫射了一箭 史蒂夫受伤了 他的生命值即将耗尽 如果他再次受伤 他就要重返小麦农场 回到拿闹卢福斯和莫莉身边 可他想去沙漠 他要拯救困在沙漠里的朋友 阿里克斯跑到史蒂夫身边保护他 其他人则继续对战彩虹人 阿里克斯从他的背包里 拿出一瓶治愈药水 递给史蒂夫 史蒂夫喝下药水之后 食品值回声了 谢谢你 史蒂夫说 别客气 现在我们一起来解决彩虹人吧 别让他们把我们的宝藏抢走了 于是 两人一起扑向了彩虹人 威尔将一个彩虹人逼到了 沿江池的边缘 彩虹人摇摇欲坠 却仍在挣扎 史蒂夫不失时机地冲向彩虹人 彩虹人随即失去平衡 掉进了沿江池 再见了 威尔朝彩虹人挥了挥手 继续帮助其他朋友对付敌人 大家一心迎战彩虹人 压根儿没觉察到两个凋零骷髅正在靠近 凋零骷髅用石剑攻击了他们 阿里克斯和威尔受了伤 意识到危险后 史蒂夫挥剑砍向凋零骷髅 凯拉则用弓箭进攻 在大家辗转对抗凋零骷髅的惊喜 彩虹人趁机逃亡了下界 所有人都和凋零骷髅打得不可开交 甚至无暇顾及彩虹人 幸运的是 他们的宝藏没被抢走 大家不遗余力地投入战斗 胜利在望 史蒂夫奋力使出一箭 砍掉了凋零骷髅 凯拉再射一箭 消灭了另一个 战斗结束了 剩下的那个彩虹人不见了 凯拉环顾死周 我只想离开下界 这里敌对生物太多了 我们无处藏身 继续留在这里只会小命不保 史蒂夫说 来见传送门吧 威尔说 每个人都从背包里拿出了黑钥匙 埃里克斯拿出了一些碎石和铁块 点火开起了传送门 空中对时腾起了紫色的烟雾 在烟雾中 史蒂夫四人回到了主世界 走出传送门后 他们最先看到的是一片红色蘑菇 史蒂夫环顾四周 眼前是片汪洋大海 我们来到蘑菇岛了 这是上次我们参加建筑大赛的地方 凯拉说 凯拉 你来帮我们造一艘船离开这里 史蒂夫说 史蒂夫说 埃里克斯提议 或者我们也可以返回下界 凯拉一点也不喜欢埃里克斯的提议 他收集了一些木头准备造船 不过还是不够用 有谁能提供一些木头 凯拉问 每个人都检查了自己的背包 都没有木头 船是造不成了 他们没法离开蘑菇岛 哦不 凯拉说 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我得砍些树 或者想想其他办法 也许你可以用蘑菇造船 威尔建议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凯拉说 史蒂夫四人坐在草坪上休息 一桶蘑菇走过来 他们挤了一桶奶 用蘑菇宝来填饱肚子 他们吃着蘑菇宝 看着眼前的大海 心里闷闷不乐 他们不想被困在蘑菇岛上 他们想去营救亨利 露西和麦克斯 这些朋友还在彩虹人手里 伙伴们聊了起来 唯独史蒂夫没有说话 史蒂夫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拿出一瓶水废药水 给其他人看 你觉得这瓶药水 能帮我们离开蘑菇岛吗 那我们看优优优优独播剧场